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先討論在西貢的海面疑似發現鯨魚的屍體 所說的是近日在香港水域出現 結果很多人出去打卡坐船有盛 結果有小紅書等強烈推介的情況下 有一條鯨魚在西貢的海域出現 近日已擔心他受傷 因為曾經受到螺旋掌 令他受傷肉眼可見 今早最新消息說 鯨魚據報是反逃 在海面上漂浮 現場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遍亦討論 話說那個遺棄雙非兒童的母親上庭 最新的法庭消息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討論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鯨魚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提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雙非兒童遭遺棄 37歲的母親被控若兒 准保釋押到9月再信 報導的內文提到 12歲雙非男童 早前被媽媽遺棄在廣華醫院 香港警方及後聯絡到身處內地的男童局媽媽 她日前坐高鐵來港後 被警方拘捕 控告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 今早7月31日 由警車押往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暫時無需答辯 獲准保釋到9月11日再信 以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見 控方不反對被告保釋 主任裁判官蘇文龍批長被告以5000元擔保外出 期間不准來說 需要交出旅遊證件和每星期向警署報道 報導的內文也提到 男童的37歲母親今次以CJJ為代號 被控一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最新情況今早上庭 相關不要兒子遺棄兒子母親獲准保釋 直到9月11日再信 期間留在香港收回雙情證 這段時間他住哪點安排不得而知 令變相這宗遺棄的雙非兒童案震驚傳承 因為可以說是相當罕見 若然今次如法律介人士所說遺棄成功 就擔憂會有錯誤的信息 被內地雙非家長以為可以就這樣 把子女放在香港自然會有人照顧 所以今次這宗案也是全城的焦點之一 究竟最終會怎樣跟進和判決是怎樣的 都要有待了解與跟進 另外也提及西貢鯨魚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鯨魚懷疑側身飄浮海面不動 警方接報牛美洲發現鯨魚屍體 報道內文提到 西貢自從今個月中有鯨魚出沒後 鯨魚行蹤健康狀況被受關注 有船家向HK01提供照片和影片 其中一段長約10秒的影片顯示 一條鯨魚疑似側身反逃 飄浮海上不動 狀況與之前上水把大嘴巴進食後 游走不同 懷疑牠的身體出現問題 也引起大批網民關注 警方表示今早10時46分 接報在西貢牛美洲南邊 發現一條鯨魚屍體 水警和漁護署到場調查 HK01正向漁龍自然護理署查詢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令人相當神傷 越中開始西貢出現鯨魚 當時估計鯨魚是游錯地方進入香港的水域 及後越來越多人坐船出海 後來發現連小紅書內地社交平台也有相關照片 說香港罕見的粉紅色海豚其實是鯨魚 那張照片甚至是非常貼近鯨魚 碰到 而近日鯨魚身上有傷 據報是船的螺旋長所造成 再到今早 鯨魚死了 說的是屍體在海面飄浮 漁護署到現場了解當中未知那個原因 還要有待了解 不過這件事成為了網絡熱話 在網上討論區正在討論得熱紅紅 另外亦轉一下本地消息 根據阿星島日報的報導 旺角有一個赤裸男子墮樓死亡 單位沒有煙 消防救息 報導的內文提到旺角發生墮樓事件 在今日7月31日凌晨1時半 一名50歲全身赤裸男子 倒鵝在旺角新田地街332號 一個唐樓對開的慢線 唐樓7樓一個劏房單位隨即有煙霧出 救護員接報到場 該名男子被證實當場不止 消防在單位進行棍救 並疏散兩名類住客 經初步調查 警員相信事主從無煙單位墮下 警員在單位之內發現一盤燃燒過的雜物 初步懷疑事主抵受不到濃煙 從窗口跳下來 期間並撞歪了一個招牌 消防和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報道內文提到升樓50歲的男子在現場被證實死亡 消防亦到場將火救息 發現上指一個單位中一個膠桶有被燒過的痕跡 起火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 警員經初步調查 相信男事主因工作問題不開心 從單位墮下輕身 在現場沒有檢獲為數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男子是赤裸墮樓死亡 單位隨即無煙 未知是否燒炭 不過現場現在指是一個桶 裡面有些雜物燃燒了 另變傷當時再跳樓 經過初步調查 估計男子是因為不開心而選擇輕身 最新數字說去年香港的自殺率已經創新高 情況的確令人關注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潭道的士和輕型貨車相撞 輕型貨車難腰撞的士 男司機女乘客受傷 報道的內文提到 齊灣大潭道發生兩車相撞意外 在今天7月31日早上7時45分 一部載客的的士沿大潭道 往石澳方向行駛 而一部輕型貨車就往梢基灣方向行駛 駛至近興民村對海 輕型貨車疑似線態難腰撞向的士右邊車身 兩車車頭嚴重損毀 附近居民見狀報警求助 的士姓周62歲的男司機 手腳受傷 33歲的女乘客 就是頸和胸口痛 都送院檢查 40歲的輕型貨車司機無恙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撞得挺認下 結果的士司機和的士乘客送院 輕型貨車司機無大礙 事件原因仍有待調查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土瓜環灰色的英姆 叫做奶奶 走失了 七秦翁 70多歲的男子蘭安枕 拒絕入院 希望人著重逢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土瓜環一位姓張 70多歲的伯伯 上星期一 7月24日 以長年戴著致養五年的灰嬰母 叫做奶奶 下街散步 不過橫過馬路時 奶奶被大貨車嚇飛了 不知所蹤 張伯伯和妻子撫沉過多小時無果 失望而回 張太隨即在網上群組尋著 看到一位姓陳的女網民同日發天文 只在這個宋皇台上找到一頭失雀 由於失雀和奶奶猶如餅刃 所以張太立即聯絡對方確認 對方要求提供失雀的腳環號碼作比對 但張伯伯連時已高記不起來 只能提供奶奶即那隻雀的生活影片 事隔一個星期 奶奶仍然去向未明 他們也尚未能和那隻失雀見面確認她的身份 憂心餘憤 張伯伯終日寢食難安 情緒轉差 他原定要入醫院 但只說希望想找回這隻灰色鷹牛 先放心住醫院 張太指好報警求助 同時願意提供報酬 懇請有心人如果撿到這隻雀 希望能夠早入給他們人雀團聚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不見了一隻鷹牛 以為找得回 因為有網民相應 不過夫婦苦後多日 對方以不同的說辭推堂 包括擔心有人白狀 有人暈吉 又說自己不是香港 忙於工作 又說交給男朋友照顧等等 後來那個人 直接關閉Facebook個人帳戶 和刪除鐵紋 夫婦無計可施 於是便可能要報警 和找動物機構 究竟那個網友是否真的撿到一隻雀 仍然真的撿到一隻雀 你就還給阿伯 若然擔心的話 可以對一對照片和影片 沒有理由整個星期都沒有下文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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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節短片 感谢观看